他其实他是很用力在想证明自己 他想把很多的一些东西能够聚焦到身上 我就是要把能看到我的努力 我就是想展示这样一个东西 袁飞你的努力受到 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个好人 只是跟这个岗位中间有点错位 其实这里面大家都不看学历看能力 其实看你的天赋 如果找不到天赋没关系 真诚与热爱 那也能表达出来 第二个记住庄子的一句话 叫做游记入道 没有第二次机会建立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要直接贴那个技能 才有机会去透视那个道理 好 我接受 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职场方面 你刚才提到自己在管理方面有一些经验 跟我们的企业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业务能力本身要强 我才能把我的经验 还有我的思维去告诉其他人 我的身上有东西要可教 第二点就是我善于去处理同事跟同事 对不起 远飞 我要打断你一下 那请问你做销售的时候 你的业绩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可复制的复制给你的团队了 让你团队也变得很好 我是后面是在第二家公司管理了两个区域 就两个区域的人 然后跟同事一起 就有一天就是我们的营业特拉小女的接了一个业务 又开始讲故事了 你可不可以用一些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比如说我的环比增长做了多少 我的头比增长多少 这支团队原来比如说流失率是多少 但是我去了之后这支团队马上就零流失 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证明你的管理能力 这些都行的 如果你现在连这些语言都表达出不出来 那没有办法给你管理岗位 但是我觉得你有点潜质 所以你能不能快速地把你最核心的竞争力表达出来呢 咱们稍微的严谨一概一点 这个没法严谨一概可能要两分钟 忘掉事先准备好的词 对 随机应变 直接给出企业家他想要的 你那一趴确实有点让人听不下去 但你前面的那个意图我是完全接受到了 你线下销售的能力我一点都不质疑 因为你有热情 但是我很担心你在未来的这种线上营销上 你能不能适应 但是呢你体现的那种特质 你的学习能力和你那种钻研精神 我是接受到了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一趴不是白费 我是支持你的 你的经验我觉得肯定是在C端销售这边比较多 那但是其实现在在场的企业家可能需要的销售 应该是弊端销售 而且呢我看你的志向在于 就是你说的是董事长下面的将军 那就是营销总监 那么你觉得你现在就是你需要做点啥 你才能跟你这个野心相匹配 所以我就是今天应聘的就是销售主管 销售经理或者是总组监司机都可以 没有说一定定位在比较高的那个 不打击你机器你全靠鸡血撑着我知道哈 换言之后三十岁的时候要么换岗不换行 要么换行不换卡 你现在是没有没有那个行也没有那个 你在卖素质吧 二十岁的时候才会去卖素质卖潜力 三十岁就是卖能力了四十岁卖资历了 请问你现在还在活在前面吗 就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打起来还是去自身硬 就我自己这是我在上台的时候 其实我的准备时间很有限 只有几天我 远飞你前面这些都是废话 啊对 然后都是废话 你赶快直奔主题 感谢观看